请点灯 县长潘梦安与屏东市代理市长 陈清水等人共同点亮营火 为彩灯节揭开热闹序幕 吸引民众前往一度为快 民众大赞屏东市夜晚好美丽 因为今年彩灯节延续万年西河岸登进 并且扩大灯区范围 以在地人文历史特色作为发想 结合装置艺术 灯光 音乐及互动科技 带给大家丰富的视觉想念 分别有产业的 有文化的 有艺术的 有科技的 那不同的主题展现屏东多元的生命力跟元素 那白天可以到热带农业博览会 来看屏东的农业软实力 晚上可以到市区来赏灯 不一样的灯会 不一样的彩灯 我相信绝对让大家值回标价 前县长曹启宏也出席点灯仪式 成功整治万年西的他 赞赏潘梦安 延续万年西美化 并且举办彩灯节 扭转大众对于万年西的负面印象 两任县长同台点灯意义不凡 今年彩灯节共有欢乐时光 祈福疗愈 生动光谱 魅力屏东 热带风光 五大灯区二十组灯式 包括文青风格 海洋动物 圆明以及客家等族群文化 还有更多的祝福 除了灯式外 从二月十号起也有一系列活动 第一场是彩灯彩灯活动 县服准备夜光涂料 邀请民众到千禧公园创意DIY 作品将在万年西沿岸展出 活动后可领回座纪念 二月十八号大年初三晚间七点钟 还有新春晚会 艺人魏如云 卓文轩 人情乐团宇宙人 以及寻人启示人生乐团 现场热力开唱 邀请大家一起来千禧公园听音乐 不一样的灯式 不一样的城市 不一样的灯会 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受 来到这个宜居 而且充满人文艺术 又有生活 这个记忆 又有历史文理的一个城市 热情地邀请大家 来见证屏东2018年彩灯节 此外二月十八号至三月四号 每天下午四点到九点 在千禧公园 还有文创 农创 伴首领事集 以及街头艺人表演 现场更准备了Q版的夹娃娃机 县福和在地摆货公司合作 提供金美小纪念品 让民众是手气 欢迎民众过年来 屏东驾村 赏灯 逛文创事集 彩灯节的相关活动详情 可以上到屏东县政府官网查询 屏东西文蔡立华为德卫 采访报道